新婚两个月 上门女婿竟然用铁锤将妻子杀害 甚至还将失照晒进朋友圈求点赞 而后更是在法庭上大骂妻子胡该 究竟是什么神仇大恨 让一个丈夫狠心到如此地步 这个上门女婿是否有难以言表的苦衷呢 一切都要从这个叫葛一峰的男人说起 葛一峰出生于1990年 安徽的一个农村家庭中 虽然出身农村 但葛一峰在初中毕业后 就有了一颗事业心 在大城市打拼几年后 葛一峰每个月已经能拿到七八千的工资了 并得到领导的赏识 他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回家后狠狠给父母长了一把脸 父母看他事业有成 就开始给他张了对象 但葛一峰并不着急 因为此时他已经有了心仪的女子 这名女子叫陈娇 是葛一峰在一次回老家的路上认识的 但当时陈娇并不是单身状态 面对葛一峰的嗜好 陈娇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拒绝 很快 在葛一峰的猛烈追求下 陈娇正式成为了对方的女友 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葛一峰就去见了陈娇的父母 没想到 陈娇的父母从头到尾都看不上他 虽然陈娇的家庭算不上大富大贵 但却是个成立人 在陈娇看来 自家女儿生的一副好面孔 明明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凭什么要选一个乡下的呢 葛一峰自然看出了岳父岳母的冷脸 为了让对方安心 他放出了承诺 结婚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 绝不让陈娇吃苦 可对于葛一峰的这番话 陈娇父母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条件 那就是葛一峰必须做陈家的上门女婿 听到这个要求后 葛一峰刚开始确实有所迟疑 但架不住陈娇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不久后 两人办了酒席 正式向亲朋好友宣布婚事 但在酒席上 葛一峰的父母全程都没给一个好脸色 因为他们自始至终 都不同意儿子到插门的决定 不料 葛一峰父母的这番表现 被陈家父母看在眼里 并借机向葛一峰提出了高额的彩礼 葛一峰没有退路 为了能顺利取到陈娇 他四处借钱 终于凑够了彩礼 一切尘埃落地后 两人于2014年2月举办了婚礼 安徽一小伙到插门仅仅两个月 就残忍杀害新婚妻子 甚至还将对方遗体照 发到朋友圈 后来在法庭上更是大骂妻子活该 那么 这个上门女婿到底有何委屈 最终又是什么结局呢 2014年葛一峰与陈娇举办了婚礼 婚后 葛一峰原本是想留在烟台发展 但陈娇却执意听父母的话 要去北京发展 妻子的突然变卦 让葛一峰有些猝不及防 但为了照顾陈家人的情绪 葛一峰还是选择辞掉高薪工作 跟着陈家人去了北京 就这样 一家四口在北京找了个出租屋 算是在北京定居了下来 眼下 葛一峰需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可是找来找去 没有一个对他胃口的 最终勉强找到了一个 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 月薪却只有4000块 除此之外 由于出租屋住得太偏僻 他每天在地铁上花费的时间 都超过了5个小时 他的生活很压抑 但是 只要想到能和妻子一起生活 这些不如意 仿佛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葛一峰以为两人的生活 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没想到 妻子因为到了大城市 心态完全发生了改变 他开始不满足眼前的生活 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奢侈品 刚开始 葛一峰也愿意惯着妻子 但随着消费水平越来越离谱 葛一峰开始劝谏妻子 好好过日子 但妻子非但不听 还总是怪罪葛一峰 没出息 没本事 久而久之 妻子开始嫌弃自己的枕边人 每天都要上演无数次的争吵 夫妻俩的关系 已经开始貌合审理 更糟心的是 岳父岳母 也从来没给过葛一峰好脸色 他们认为 葛一峰竟然是上门女婿 事实牵让着自己女儿 还要承包所有的家务活 用心伺候两位老人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 葛一峰每天都要遭受妻子的谩骂 岳父岳母的吐槽 以及工作上的三重压力 终于 在婚后的第二个月里 妻子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向葛一峰提出了离婚 看到妻子这个态度 葛一峰十分难过 当初相爱的时候 是那么的美好 如今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葛一峰拿不定主意 就打了一通电话 给远在安徽的父母 可当父母听到这件事 今夜对着葛一峰破口大骂 说当初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甚至还让葛一峰 永远不要回老家 他们丢不起这个人 葛一峰以为 自己能在父母这里 找到一点安慰 没想到换来的依旧是指责 心情差到极点的葛一峰 从商店买来了锤子和剪刀 他决定 最后找妻子谈一次 安慰一上门女婿 被岳母嫌弃 愤怒之下 竟然手持铁锤 将妻子杀害 甚至还将失照 发到朋友圈炫耀 2014年4月27日 葛一峰以商量离婚为由 将妻子陈娇骗到了车内 他决定 最后再挽留妻子一次 如果他执意离婚 就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 陈娇上车后 葛一峰开门见山的问道 你是铁了心要和我离婚吗 没想到妻子 片刻都没犹豫的答道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我父母也不喜欢你 我不想被你耽误 妻子的这番话 就像是历见一般 狠狠地刺痛了葛一峰的心 想当初 自己为了他 放弃了高薪工作 甘愿当上门女婿 跟他来到北京 如今妻子却这么狠些 他甚至觉得 眼前的人 根本不是他熟悉的妻子 愤怒之下 葛一峰拿起 藏在车里的剪刀 朝着妻子的颈部 背部疯狂刺诈 紧接着 又抡起了一把铁锤 把妻子送给了阎王 做完这一切后 葛一峰没有逃跑 而是掏出手机 把妻子的惨状拍了下来 发到了朋友圈里 并配上了这样一句文案 不在沉默里爆发 就在沉默里灭亡 发完这段话后 葛一峰平静地下了车 来到了派出所自首 后来在法庭上 葛一峰坚称自己 才是受害者 他把这些年经历的 所有事情 全部讲了出来 他本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妻子 却始终不理解他 妻子恶劣的态度 也成为了压倒他的 最后一根稻草 而最终 葛一峰也为自己冲动的行为 付出了代价 被法院判了死缓 一段甜蜜的婚姻 最终却走到了这种地步 实在是可悲可叹 当然 这其中的原因 值得我们深思